董委會的陳主委、各位委員、各位同事 大家早安、大家好 我們先來開會 我們先確認上次的會議紀錄 上次會議紀錄已經放在各位議員的週上 請參閱 各位議員對上次的會議紀錄有沒有意見 好 那會議紀錄確認 向大會報告 今天的議程是都市計劃委員會業務報告以質詢 首先進行業務報告 現在請主委報告 主席、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大家早 今天高雄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 很重新受邀到各位會來 就都市計劃相關事情來做報告 首先我先介紹今年度的委員 從第一排 第一位是都市計劃局局長 兼任委員李宜德 接著是徐中強委員 接著是白金安委員 接著是張學勝委員 接著是黃世斌委員 第二排是劉富美委員 謝榮祥委員 黃靖雄委員 陳靖甫委員 第三排 是公務局的委員代表 蘇智勳副局長 接著是蔡廠展委員 是水利局局長 接著是金發局的委員代表 林英斌副局長 接著是港務公司的委員代表 孫葉炫委員代表 以上是今天出席的委員 接著我就請就今年度的業務 來向各位來做報告 有關都市計劃委員會的任務 包括審議事項 研究建議事項 檢討建議事項 那麼審議事項包含了都市計劃 擬定的變更 就市區更新計劃 新市區建設計劃 都市計劃申請或建立案件 私人或團體投資辦理都市計劃 事項的審議 那麼研究事項包括了 現行都市計劃 實際施行情形及實施都市計劃財務 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取得 及多目標使用 那麼這個是研究建議事項 其他檢討建議事項 其他檢討建議事項 可以包括都市計劃現行法令 那麼其他有關都市計劃之交易 及研究建議 這是本會的任務 那麼105年度的委員組成 總共有委員21位 任期至105年1月1日起 至105年12月31日止 其中三分之二為府外的專家學者 共14位 委員組成考量多元化及專業化 包括都市計劃建築交通景觀 不動產開發及熱心公益人士等 那麼都委會至去年9月至今年3月 總共召開四次大會 審議的21案次 為了加速審議的時效 針對案情較為複雜重要的案件 大會審議前會先行召開專案小組會議 那麼總計進行了17次專案小組會議 有關審議的案次及決議情形 請參閱業務報告 接下來為各位議員報告 已經完成審議的重要都市計劃案件 大致上可以分成促進產業推動 改善交通建設 健全醫療照護 以及促進地方發展等事項 那麼首先報告促進產業推動案 第一案是 配合週期貨櫃中心二期工程計劃 擴大及變更高雄市主要計劃案 那麼本案是為了因應高雄港未來港務的發展 同時解決舊港區前政河兩岸 中油五清石化油槽除印千里的問題 將填足用地納入擴大都市計劃範圍 建設港部用地以及其他必要的公共設施 新建可供一萬八千TU大型貨櫃船停靠的深水碼頭 每年增加約四百萬TU的貨櫃裝卸量 將提升高雄港在全球港口的競爭力 並帶動舊港區水岸開發及高雄市都市空間結構調整 本案已經以105年1月報內政部審議中 那麼第二案是舊市議會變更為商業區案 為了促進舊市議會土地活化 變更行政區為商業區 後續將透過招商開發 引入數位文創事業進駐 促使周邊匯聚文創數位會議等文教型態產業 及串連大東藝文中心 衛武營國家藝術中心 文化中心博二等捷運局限的藝文囊貸 本案預計在今年五月份報內政部審議 第三案是灣址內地區機關用地四 機關用地四七 用地變更為住宅區及商業區案 那麼原公車處民民化之後 那麼機市金師湖站 及機市七建軍站 土地閒置 考量兩站區位 擁有縫合原縣市邊界 並創造地方再發展的潛力 將機關用地變更為住宅區及商業區 促使室有資產 有效再利用 並清廠原公車處的債務 那麼接著報告 改善交通建設案 第一案是配合湖內 決定 外環 外環道開闢工程 縮短 那麼本案是為了 舒緩台17甲線 交通擁設 以及串聯 台南高鐵站 聯外大陸系統 所以 辦理外環道開闢工程 縮短湖內 決定地區等海線居民 通往高鐵台南站的時間 並強化湖內決定地區 東西向交通動線 那麼前線預計 106年底完工通車 接著報告 健全醫療照護案 首先是配合小港醫院擴建 變更部分為第三種住宅區為醫療用地 小港醫院為高雄地區醫療服務的重要性的區域醫院 那病床宿無法因應日增的醫療需求 那麼為了解決現有基地難以擴建問題 選定小港醫院東側住宅區 那麼土地所有權是台唐台唐的土地 變更為醫療用地 新建醫療大樓 以因應醫療需求 以及平衡高雄南北醫療資源 那本案已經以105年1月6號公告14 接下來是 新興區大統國小以及子官區 老人兒童活動中心設置日間照顧中心案 那麼到目前為止 本市以設置12家日間照顧中心 11家日間拖勞據點 涵蓋16個行政區 為落實一區一日造政策 充實社區日間照顧資源 等案是以申請公共設置用地 多目標臨時使用方式 准許臨時作為日間照顧中心 以活化新興區大統國小北側 校舍及子官區老人兒童活動中心 低度使用的空間 大統國小日間照顧中心 預計105年8月前啟用 指官老人兒童活動中心 日間照顧中心 預計105年底啟用 接著報告促進地方發展案 首先是鳳山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那麼第一階段主要是變更 變內容為古蹟變更為保存區 包括日本海軍無線電基地台 平成砲台等 那麼解編4公頃 無使用需求的公共設置用地 包括成功派出所 鳳山醫院北側機關用地 過疲國小東北側工兒用地及綠地等 解除3處未開闢的整體開發區限制 包括工一以東工業區 五虎廟東北側住宅區 治海水公司西側商業區等 變更寺廟為宗教專用區 包括仙宮廟、城隍廟及五虎廟等 以促進全區土地有效利用 本案已經以105年2月報內政部審議中 接下來是變更驗巢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 本案主要是調整不合宜的土地使用 調降整體開發地區的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比例 增加開發的可行性 解編兩處公共設施保留地 環地與民及增設20公尺寬 中安路向東延伸至中民路之外環大陸 改善地區交通 本案預計105年5月報內政部審議 接下來是阿聯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 本案主要是檢討無使用需求的公共設施保留地 變更為建築用地、環地移民 並未利用民眾申請建築執照設置停車空間 將49處人型步道用地變更為道路用地 以綠車輛進出 另外為鼓勵綠建築 就設置雨水儲集、屋頂綠化、太陽光電設施 之建築物及住宅區之容區率 以150%提升為180% 本案已經105年3月報內政部審議中 接下來是大坪林以東地區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 那麼第一階段是審議案件為提升水患治理效能 檢討林園排水、鳳山排水 將治水所需用地變更為河川區 改善林園地區交通環境 新增林園善委社區 以林園石化工業區之間的12公尺計畫道路 為提升地區環境品質 檢討市場用地、保護區及停車場用地 變更為公園立地增加面積1.3公頃 並回應地方發展需求 調整漁港範圍 增設產業專用區公漁業相關產業發展使用 本案已經105年4月報內政部審議中 最後是大平頂特定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本案主要為檢討降低整體開發區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比例 從35%調降到30% 解編7處沒有使用需求的學校用地及停車場用地 調整現行開發方式為可採一般徵收、區段徵收、市地重劃及開發許可等多元方式辦理 以增加全區的開發的彈性 本案已經105年4月報內政部審議中 以上是都市計畫委員會在這半年來的業務說明 敬請大會執政 謝謝 現在都委會已經業務報告完了 我們先由公務委員會議員質詢 再依登記順序 由其他議員質詢 每人質詢時間為10分鐘 現在開始進行業務公務委員會議員質詢 現在請黃淑美議員質詢時間10分鐘 主席 主席 主義各位委員大家早安 我想一個城市的美呢 靠的都是都是計畫的所有的委員共同的努力以及畫設定定 我想各位委員應該會在各自的專業領域裡面呢提出見言 讓整個城市變美 那有時候呢 其實我們很尊重專業 但是有時候 過於的美化或者理想化呢 其實已經背離了民意 我們都希望呢 這個在都市計畫畫設的時候 要符合 時代的背景 符合 民情 這樣的去畫設 而且要因地制宜的去設立都市的一個畫設 才會讓這個城市更美麗喔 我來舉一個例子 這個之前呢 在民國七十年代 那時候呢 就有這個官員去歐洲考察 他就把那個圓環 歐洲的圓環帶進了高雄 帶進來高雄 結果呢 這個國外 這個城市呢 跟台灣的民情是不一樣的 結果帶進來之後呢 整個 來我們繼續看喔 整個圓環變成 是電箱 放置電箱 雜亂不堪垃圾丟了滿地 你看 這個 就是都市計畫委員畫設的 七十年代的時候做的 結果呢 現在 就不合時宜 一個一個被拆掉 所以我常常講說 不是外國的月亮比較圓 不是 去了國外就把這個帶回來 來我再舉一個例子 在民國 八十七年的時候 這個在澄清湖特定區呢 這個第二次通盤 那時候的台灣省政府 他就在建築密度的管制裡面呢 約定了這個 要退縮2.5米 那時候就退縮了2.5米 但是在這個之前 澄清湖特定區 是沒有這樣的限制的 但是呢 在八十七年的時候 他就二通的時候 就把它設定了2.5 到了一百零三年呢 這個 又改了1.5米 要退縮1.5米的人行步道 好 這個劃定了人行步道 我們都發局告訴我們 這個人行步道 是劃定空地 欸 劃定空地 是可以做停車使用啊 劃定空地可以綠化啊 這些都可以的啊 但是呢 這個 都市計劃委員呢 欸就認為 這個是 要做為 人行步道 好 那根據人行步道呢 他是公共設施的一部分 那公共設施的一部分呢 我們根據 都市計劃委員的第四十九條 四十九條 他也告訴我們 這個 如果 你要做為人行步道 是要以 來我們看一下 來 如果 你是要畫作公共設施 是要以 公有地為優先 私有的地呢 不可以輕易的被劃入 好 所以 你如果要 認為 這1.5米呢 是人行步道的話 那你就已經 明顯的 清換了 人民的土地財產權 好 你一定清權了齁 你不能把我規定說 我這就是 要做人行步道 好 再來 其實我們都希望 這個人行步道 是可以 貫穿 可以說 在 對行人來講 是友善的 齁 是有連續性的 可是 局長你看 如果你這樣做 他有連續性嗎 他有友善性嗎 沒有 所以他一點點 公益的性質 都沒有 所以你也不符合 他的公益性質 齁 我現在怕跟你說 就是說 你這個條例 是不對的 但是這個條例 可以改嗎 當然也可以改 對對改 對我們的土地財 就可以改了 四部計畫裡面 就可以改了 昨天 我們局長 跟我們的同仁講說 欸 同仁問說 你這個法是對對來的 你有跟他說 第39條 從第39條 引申過來的 但是你就只念到 等事項 後面 內政部或直轄市政府 得依地方實際的情況 依本法施行細則中 必要之規定 就是說 他這條 你這條例 他可以改 齁 因為他是細部計畫 他不是主計畫 他是 局長 因為這個 我都研究很清楚 齁 不是青菜 有所本的跟你講 不是青菜跟你講 這是要怎麼怎麼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 這個法 可不可以改 可以改 齁 而且是在細部計畫的時候 就可以改 來 但是我不懂 為什麼 我們還一直 放任 整個城市 變成 會墟一樣 齁 你要做我們都同意你做 齁 其實 我在這裡要跟你講一個概念 台南市怎麼做 台南市怎麼做 台南市 他也有這樣規定 他也有這樣規定 但是 他是在 新的重劃區裡面 去規定 就是說 你一開始 你就要嚴格的執法 齁 你不能讓他翻到說 這已經規定了 規定了 規定了 整個城市的美觀 在哪裡啊 我看不出來說 這個水 因為你一開始 你就告訴我們 你是為了城市美學 但是 這樣的規定 一點都不漂亮 而且 對交通來講 對整個城市的美學 一點 都不美麗 也不美觀 齁 所以 我不知道 為什麼 一直 還放在那裡 再來 我想 今天 我們要講的 就是要解決事情 是要解決事情 但是我今天跟你講的 就是說 依照 四十九條 四十二條裡面 就規定 人行步道 它 如果 你要徵收 是要透過徵收 不是說 你現在要在我們的土地 你就能拿 不是這樣 齁 啊如果這樣 我就在四部計畫 我規定說齁 你現在要去家齁 你要頭上扭十倍 來給政府 我告訴你 我中央 我說過了一百倍 你承我四十倍 你現在還叫我承你 我承三十倍 可以承你 那政府 不能一直剝削人民的 土地權 齁 再來 可以改嗎 可以改 但是 我希望 說是透過 這個 高雄錯 因為我們知道說 高雄錯 其實 很多人說 知道我也聽到很多議員 在說 高雄錯 其實高雄錯 真的是解決了 這個違建的問題 那違建當然也有 急迫性的 跟沒有急迫性的 那 除了 這個 要蓋一個車庫 你們就強制去執行 我覺得這樣的動作 是不對的 那 來 高雄錯 高雄錯呢 他是可以 兼美化 兼綠綠 所以 他已經 解決了人民的民怨 那我想 這個 退一米半 把它列入 這個高雄錯 裡面 再來 還有一個方式 比較長遠的 就是你要走個案變更 你要走個案變更 才可以讓這個 退縮一米半 解決 這個 我們也問過了 其實 你就是可以走這樣 長遠 你是要走這樣的路 才可以把這個法 變掉 好 現在我要問我們都市計畫 的委員 來 到底 這個管制 能不能解除 可不可以改 這個 連任委員會 都市計畫法 зд 都市計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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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授權的 那這個當然是不合法是偽造建築 那第二個就是剛才退縮的部分 那麼都市計劃委員會當然可以要求一個 在一個地區 那麼在一個地區 就法定空地的部分做若干個規劃 比方說退縮 但是剩下的問題就是 那這個退縮又要要求做人行使用的時候 恐怕值得檢討 就是說我們專業法規標準法 你要關聯人民的權利義務 比方說你要增加人民的義務 限縮人民的權利 應該是法律或法律授權的相關法規 那都市計劃委員會裡面的會議 能不能就都市計劃疏途 來要求私有的法定空地做人民做人行步道使用 這個值得商榷 我們會後會檢討 好那高雄錯的部分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加在高雄錯去處理這件事 高雄錯請公務局回答好不好 好來公務局請回答 可不可以加在高雄錯去處理這件事情 謝謝主席謝謝議員 我想這邊我們會跟都發局來延商 因為這個部分是屬於都市計劃相關法律的範圍 那我們兩個局會來延商 貸金政府又可以賺錢又可以解決人民的痛苦 為什麼不要做呢 因為他的你們獎勵的就像昨天很多議員講了 你的二樓是綠化 就是都做花園 你看人民有幸福感 我吃完飯後我要睡覺之前我可以在二樓 泡茶可以欣賞花園 這樣何不做呢 你就偏偏要把他用成這樣 給人民的車口不能停 他如果說你鐵球一米半 他把車口不能停 他把你停在門口 這樣給他看一看 整個車子變了 我們不反對 因為你們引進這個也是去美國看了 覺得說 欸 這樣不錯喔 如果都不要設圍牆 整個綠地好像美國一樣也很好 所以就引進來了 現在我要跟你們說的就是 愛依民情 時代背景去做這些事情 去規劃這些事情 不是說對以前的人的腳步 你就這樣做 我覺得這樣是不對的 剛剛我也舉了很多例子 告訴你們 真的要符合民意 不要這樣產生民怨 我想我代表的是民意 那政府在做什麼 政府就是要解決人民的痛苦 但是現在人民真的很痛苦 我希望 我希望公務局和都發局 在期限內 一定要把它解決 要不然真的說 人民 你敢知道外面賣的多少 所以拜託你們 趕快解決這樣的事情 好不好 好謝謝 好謝謝黃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李順敬李議員 質詢時間十分鐘 謝謝 我們的都議會 我們的主委 段主委 國委員 我們市府的團隊 我們議會的前輩 市民朋友 大家知道 今天 我們都市建議委員會 本市 從 業務的四方 來請教我們的都委會 第一就是說 本會期 我們的 我們的 幹部委員會 的時候 我們的都發局 也把我們的 開發洲際二旗 跟我們的幹部局 成立了 國防港土地開發公司 這個案 立正於 報告的第一項 今天 我們的 都議會主委 的 業務報告 也是把我們的 國際洲際二旗 列為重要的經濟發展的事項 這個是計畫很好 但是 外面 有一些建議 外面有一些建言 適不適當 我在這裡轉述 提請我們的都委會 要來注意 第一個 高雄港 高雄是一個港灣結起的城市 沒有錯 但是 市府這幾年 港市合一 機會可能不大 但是港市合作 機會可能大一點 機會可能大一點 那市政府 目前 也在發展我們領港周邊的土地 我想以 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 特定區的方式 在 我們 提供了 五百公頃的區域 訂定了一個 五十年的 雅安區的一個計畫 這個計畫很好 但是這個計畫裡面 剛剛我們的都委會也報告過了 裡面 有我們前政河兩岸的 一百九十九顆的油槽 在那邊 那去年的天津大爆炸 還有兩年前的我們的八一七爆 讓我們高雄市 在夢園裡面 雖然天津大爆炸死了 死傷一千多人 我們離我們高雄比較遠 但是八一七爆我們的夢園還在 夢園還在 市政府一直為這個問題也在解決 但是目前 我說我們的亞灣區的 這個亞洲新灣區建設的一個腳步 到底市政府是在加快的進行當中 還是有緩慢的一個跡象 當然市政府說是加快了 但是有民間有一些建議 我想請委員會們注意一下 第一個 國際洲際二起的一個填海造陸的一個計畫 妨害到我們沿海地區的漁民的一個生計 漁場的生存 最近有幾場很大型的抗爭活動 那當然 都因為有一些疑慮或有一些顧慮停了下來 但是民燕或者是民意有存 那國際洲際二起的填海造陸施工的計畫 會不會這樣延宕 那當然高雄港務局 很聰明跟我們高雄市政府 成立土地開發公司 我在想目的 當然我們市政府 是為我們市長的政見 港市合一港市合作 開發我們的亞洲新灣區二部區 來做它的建設 市民朋友都支持 但是幹部局的行動 我在想不外乎幾點原因 第一個 沒有我們市政府的協助 你要去開發 一些閒置的一個碼頭 閒置的一個區域 可能不簡單 尤其是 國際洲際二起 或者是自貿區二起 等等 我想市政府主力 港務局主力重重 希望藉著我們市政府的力量 那市政府當然要兼顧到民意 當然兼顧到民意 那現在亞洲新灣區 包括我們的油草的 包括現在的填海造陸 包括施工 包括將來的遷移 建廠等等 最快要到2021年 那除了民間的緩彈之外 最近 我們立法院 有我們某一 某一縣市級的立委 提案凍結 我們 國際洲際二起 碼頭的一個 一個建設的一個計畫 跟 這個國際洲際二起 我們的 碼頭公司的一個 一個計畫案 提案凍結 連署的立委 都是我們準執政黨的立委 準執政黨的立委 這個凍結的動作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亞洲新灣區 開發的一個進度 到時候 不要我們亞洲新灣區 涵蓋在我們亞洲新灣區裡面的豪宅 包括我們 79重劃區 83期重劃區等等 陸續的完工 陸續的進駐 那 跟我們的 199棵的油草為零 這個將來 影響之大 那個 據我們消防局的 列策列管的一個資料 我們199棵的油草 外面的居民 認為都是水泥 都是玉米 都是麵粉 其實不是 都是我們第四類的危險物品 主委 我這個要跟你報告一下 要跟你報告一下 雖然 我們還有 五年十年的計畫 將來可能我們都沒有當議員 可能我們也不在職位 不在官場了 但是這麼大的投資案 會不會造成 這個公帑的濫會 會不會造成民意的一個反彈 我們漁民也沒有漁場 連我們準執政黨的立委 都提案要凍結 當然要凍結 本席認為 兩種原因 第一個 今天港務局的委員 也有在場 很難得 我們聘請到港務局的委員 第一個 港務局 在101年 我們港務公司成立的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的交通部長 行政院長 我們的行政院長毛治國 當時候的交通部長 葉匡時 跟我們民間的業者 達成協議 不與民爭利 不對內競爭 不去收回我們碼頭 這個裝卸業者的權利 不影響到他們的權利情形之下 現在 港務局 公共 月月 現在都給人 結果 不是這樣 港務局你們現在也成立了物流公司 也要 也要經營多國 拼裝業務 多國拼裝業務 要一萬坪以上的土地才夠 你們現在還要投資 我們市政府來了 還要把市政府成立土地開發公司 我們市政府會讓你們騙他 因為我對港務局沒有信心 阿門家的千春案 到現在港務局要再騙我們 要再騙我們阿門家的人 將來大老婆要怎麼面對 市政府要怎麼面對大老婆的人 如果再跟港務局合作 居民沒有信心 為什麼連我們準 執政黨的立法委員 都會出來提案反對 第二個 第一個原因 與民爭利 第二個原因 我們 政府 投資了一百八十幾億 VOT給 我們陽明海印經營的六櫃 也就是我們現在 我們主委剛剛報告的 國際洲際二期 的一個工地 現在就是我們的七櫃 港務局 還被辱物化炮製 你還被招商啊 你還被招商啊 陽明海印虧損多少 你知不知道 虧損了之後 把股錢 賣給大陸 委員你知道我們 六櫃的股錢 現在賣給誰嗎 賣給我們中國大陸的 我們的鎮農集團 百分之三十 賣給我們鎮農集團 鎮農集團 就是我們中國的 啊 招商局 中國的 遠洋公司 中國的海運公司 三大股錢 買了我們 第六貨櫃中心 現在都 執政黨在插 準執政黨 還這樣 現在還要 好告訴我 準執政黨的立委 看到了這一點 提案凍結 連署的立委 都是我們準執政黨 520之後 準執政黨的立法委員 提案凍結我們洲際二期的 一個計畫案 主委 各位委員 我要來請教一下 如果提案凍結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 高雄市的就位狀況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經濟的發展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碼頭的競爭 第二個 提案凍結之後 因為工程延宕 我們的亞洲新灣區已經啟動 我們的大賣場 大商場 大百貨公司進駐 大豪宅都完工 跟這些 油槽 緊鄰一公里 這油槽裡面 都是第四類 天津大爆炸 就是第四類 港務局 你不要再跟我講說 裡面都是玉米 都是麵粉 不要再用這樣 把我們的八十騙 我們市政府 我現在要把他提出 市政府 不可以由幹部叫騙他 阿門港人就是那個騙他 阿門港人就是那個騙他 阿門港人就是那個幹部叫騙他 騙他 騙他之後把國管 把土地 賣給大家 還會通 我在這裡 就有這個問題 來請教我們的 市政府 你怎麼因應 像買土地 公司生在這裏 什麼要怎麼做 是當事務局 還是認真 好 好 再一分鐘 認真 我剛剛有報告過 幹部公司跟我們高雄市 市政府 成立一個土地 公司 自本的一頁 只能出一半 到底是你們要做當事務局 我們要做當事務局 如果你們幹部叫做當事務局 是什麼人要負責 是什麼人要感動 我們有法國人感動嗎 我們請我們的主任委員 或是我們的土法局長 來答覆 以上 謝謝 請上席來 來說明一下 讓我們的百姓 關心到我們的亞洲新灣區 關心到我們的 重大投資 的未來 以上謝謝 好 李委員請答呼 謝謝主席 謝謝李委員 我想 議員關心的是我們 高雄港的整個競爭力 尤其是舊港區的一些 開發的進度 城市轉型的進度 還有安全的問題 剛剛議員提到的是 關於所謂的 周繼二期 那個是所謂 港務公司他們的 第七貨櫃中心 這個案子原則上 他是一百年就是行政運 合定的 這件事情事實上 是因為我們舊港區水深太淺 現在船舶大型化 舊港區已經勢必 是不能再繼續 再做為一個專業的貨櫃港 所以才會有周繼二期 往南 就是整個專業港 往南的這個事情 議員剛剛提到很多 我想先跟議員澄清一下 市政府跟港務公司 成立這家公司 是針對舊港區 未來這些散閘貨碼頭 轉型之後 或者是一些水岸地區 轉型之後的土地的 未來的開發 合資的原意 就是希望說市政府 在這個 釋出這些水岸的碼頭空間 可以跟我們港務司 一起來 針對整個城市的需要 或是我們南部區域的需要 去做一個轉型 另外議員剛剛提到的 在立法院被凍結的那個案子 那個事實上 是跟我們的合資公司 是無關的 那他的工程現在在進行當中 那工程跟被凍結這個是兩件事情 一個是工程案 那個已經行政院合定 現在在進行當中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完成之後的那個 新的那個週期二期的營運 營運商的招商部分 那之所以被凍結 我大概了解是立法院的提案 是希望說第一就是先釐清 到底這個地區貨櫃中心的潛在的商 在哪裡 所以也才會有港務公司 據我們跟港務公司聯繫 才會有港務公司 大概先有去各國去找到 看未來是哪些商 適合來進駐我們的地區貨櫃中心 讓我們的地區貨櫃 未來的營運能夠更有效率 更有競爭力 那再來第二個被凍結的原因是 希望說 立法院是希望說 能夠就這個案子 的未來的一些 新的公司的成立營運的方式 向立法院做個專案報告之後 才可以再進去繼續去討論 所以我想這是兩件不一樣的事情 但是我想大家的方向跟目標都是一致的 第一個是希望說我們的高雄港 是真正更具有國際競爭力 那第二個我們希望我們高雄市區 在舊港區的部分 能夠加以轉型 成為引進新的一些產業 然後讓整個港區水岸土地的 這些未來後續的開發使用 能夠結合城市的轉型 這樣一個大方向 那以上跟議員做說明 好 謝謝 謝謝我們公務委員會的二召李順金 李議員 那等一下我們要請我們的二召李順金 李議員來當主席 那現在我們請李梅珍 李議員質詢時間10分鐘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還有我們都市計畫委員會的委員們 那其實今年大家都知道 農曆春節的時候 在那個206有台南那個大地震 造成那個台南市的圍灌大樓 死傷非常嚴重 那其實這個部分也震出 讓我們知道這個土壤異化的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那其實台灣各地都有這個土壤異化的問題 也帶出就是這個老屋結構的這個部分 目前要如何大家要一起來面對這個老屋結構的問題 必須透過那個都市更新提升 然後建物的這些耐震度才有辦法來解套 那其實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統計 依據內政部的那個不動產資訊平台統計 全國屋齡28.29年 那高雄市的平均屋齡齡喔 就是28.13年 有20年以上的屋嶺的数量是70万1548栋 这个比率占了68.59%的住宅 那我们又看到来下一个图 中央公布我们土壤液化的浅室区 高雄市土壤高液化的浅室区 就在红色的部分 大家看到这个红色的部分 集中在指观人物还有大社区 左营是靠近军区跟连池潭一带 大家都说左营是新色区 可是连池潭跟军区一带 也是一些旧房子 是旧部落 那延城区前进区还有部分的是前证区 那本席就看到说左营靠近军区 连池潭一带都是我们前市区 感觉非常的忧心 在军区部分 当然大家都知道因为是军区 所以就非常多的这些老房子 那其实左营一带在连池潭附近 也是最早开发 以前左营大陆也非常的热闹 所以当然这些老房子 是不是能够结构的安全 然后能不能受到五级强震的这些阵度 这是我们忧心的一点 那请问这些都市委员 就是说高雄土壤液化的这些状态 有高雄市政府有整体性的规划跟策略吗 那这些列为浅市区的这些地方的房子的危险性 市政府是不是可以透过那个都市更新来强化这些 那个老龄房屋的结构安全 那其实内政部有表示说 建筑物在位于高度土壤液化的浅市区内 民众是可以自己先初步的来检查 那检查完之后像我们地方政府来查阅原始资料 然后就是寻求土壤液化的工作战线咨询 然后再由我们专业的那个技师来进行诊断 然后在行政院的经费 然后还有那个政策支持下 就是地方政府是很快对这些高风险进行那个进一步的评估 然后民众再慢慢的等待来慢慢的来等待这些结果 可是如果这些我讲的刚刚这个部分如果是属实的话 那我们高雄市政府是不是有进行这个区域性或社区性的改善 那高雄市政府在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改善的计划 那请那个主委回答 请主委答复 这部分是不是请杜花局的李局长来回答 是好谢谢 谢谢主席 谢谢李议员 那个土壤液化我想先说明一下 土壤液化它是一个地质现象 它并不是一个灾害 那只是 所以我想大家不应该过度恐慌 因为很多的工程技术上事实上都可以克服 况且所谓土壤液化的前市区 很多你只要是过去在湖边在海边在河边 它通常会有这样的潜质会比较高一点 那可是现在来讲我想土壤液化我们全国最迫切需要去做的事情 假设我们要去好好去检视它的话 应该是先去把土壤液化这些的资讯的精度跟准度 我觉得这个是有待加强 因为毕竟很多土壤液化我们现在公布这些资料 第一个它比例值都太大 它是两万五千分之一 那再来第二个它是透过过去长年累积下来这种公共建设 这种所谓地质专探所累积出来的 所以这个精度跟准度上我觉得这是如果我们要认真的来好好面对的话 应该先把这个事情做好 好再来针对这些老旧建物的部分 如果是因为现在我们市府公务局在推动所谓的老屋的建检方案 针对这些屋龄比较高的 包括说五楼以上五楼以下 它现在都全面在受理这样的申请案 那它申请完之后这是出屏 那出屏之后会筛选出一些其他更需要值得再进一步检视的 来进入详细的评估 所以详细评估完之后你才会去判定说 这个建筑物到底它是属于安全无余 还是说它有一点点疑虑 只要透过一些补墙就可以改善 或者是说它可能是变成是一个围楼 必须要拆除 所以委员在提的 议员在提的部分大概就是说 假设这些建物被判定出来之后的后续的一些处置方式是如何 好那我先就 因为这个是都市计划委员会啦 那我们有另外有都市更新委员会 不过我在这边也是跟议员说明一下 就是都市更新的话 我们会目前现有我们就有一些机制来去辅导 去协助这些 假设是未来 它是被判定说需要拆除重建 我们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的工具的辅导来协助他们 不过也必须坦白跟议员讲 都市更新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政府一厢情愿就可以完成 因为毕竟那是人民的私有财产 人民对都市更新之后他的要求的东西 他的期待跟实际上可以达到的可能会有些落差 大家对都更后的价值期待有落差 然后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我们也必须同时兼顾安全公共利益以及人民的意愿 在这三者之下 我们这个件事情才有可能成 不过站在政府的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在行政法令上 或者是一些奖励措施上 给予尽量的协助 以上 谢谢李局长 那因为刚刚讲的这个不是迫切性 可是大家预防 要不然就不会发生那个台难 那个围观大楼的事件 那在这个部分我也是希望说 刚刚李局长讲的 就是是不是可以给一些奖励 然后让大家来注重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我是觉得是可以预防的事情 那希望我们当然站在政府角度立场 你们一定要采取主动的方式 而不是被动的方式 那接下来呢 以公共利益 以公共利益来思考这个 思考这个部分 就是其实我现在拿那个美国汽车城底特律为例 曾经碰上工业萧条 造成市区许多那个闲置的鬼城 那美国政府也是透过全面征收进行都更 那期间有民众因为房屋不够老 却被征收而反对 所以提出这个诉讼 但法院判决都是为了公共利益 因此征收就没有问题 那都更具有公共利益 其实法治上的公共利益 是比较的概念 举例来说 一个地方公共设施如果不好 居住的品质环境也不好的话 政府其实也收不到税 那透过那个都更改善的一切情况 当然都更是符合公共利益 所以本席认为说 经过评估之后 只要政府划定都更地区 然后有具备这些都更公益性跟必要性这个部分 那是认为专业的委员来认定通过 然后除非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取代 但是目前找不到 那在座的既然都是都市计划委员 应该就有具备这样的权利 跟这样的专业应该有不同的思维来承担 这个部分我还是请旅局长回答 请李委员答悟 谢谢主席 谢谢李议员 我想底特律的案子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 那他是因为整个产业的外移 然后造成人口的外移 然后造成整个市中心的衰败 那后来不得不才由他们的政府 用全面征收的方式 然后进行整个城市的改造 希望能够找到这个城市的第二村 那我想都庚当然是需要具备公共利益 那这个东西我们在都庚的案子 在审议的时候都会有强加的去要求 这个所谓公共利益的这件项目 好谢谢 谢谢李局长 那其实有些 那个如果都庚以后 有些房屋税可能会增加 然后造成民众的埋怨跟不满 其实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来解套 那例如行政院现在有诱因跟依法行政 尤其是那个租税诱因跟隆基奖励 三十年的老房子 房屋税可能一年才几千块 但是都庚之后 新屋的房屋税因为价值改变 所以房屋税会暴增超过十倍 那本席建议说如果说可以提供三年房屋税减免八十%的优惠 然后并搭配隆基奖励 利用一品换一品的方式 然后让参与都庚的民众就不用再出钱了 那其实我们切入一下重点 就是说如果少数的人反对都庚 当然这些还是涉及利益的问题 所以是不是建立一个第三方的公正的那个中立的委员会 然后将这些案件送到这些委员来审议 如果反对都庚有理的话 那这时候政府就应该出面来保护 那如果反对 时间再给一分钟 谢谢主席 那如果说反对都庚无理 还是要保障反对护合法的权益下 来执行我们公权力进行拆除作业 对于本期这些看法 那个李局长你认为可行吗 请李局长回答 请李委员答复 谢谢主席谢谢李议员 我想都庚条例 刚刚议员提到的所谓的租税减免这件事情 在我们中央定的那个都庚条例 已经有这样子的减税的措施 那等于是说你在都市更新重建完之后 你两年就是那个房屋税是减半课税 那当然也会有所谓的都市更新的容积奖励 那这个两套措施当然就已经有 那如果是议员提出来 这个是更具有进一步的这种优惠措施的话 那可能要从都市更新条例的修正来去着手 那刚刚议员提到所谓的第三方的公正团体 事实上现在在我们台湾的都市更新的审议机制里面 几乎大概很多像我们刚刚是也都有所谓的都市更新审议委员会 那聘请的委员也都是大概是一半以上全部都是府外的 是各个专家包括有法律的有建筑的有工程有都计有都市设计等等这些 那所以我们在审议的时候都是非常的谨慎小心 然后同时兼顾民众的权益跟公共利益 那我想一瓶换一瓶这个东西是一个大家都希望的 但事实上这牵扯到每个不同城市所在地不同土地 它的地价跟它之后盖完新城屋的那个所谓的房价的来换算 所以当你的地价或是你的房价是更高的话 当然这个一瓶换一瓶的几率会是比较高 但尽管如此我们看新北或台北市 这个算是全国两个地价算是比较 地价跟房价比较高的地方 要达到一瓶换一瓶这个的案子实在是不多 那所以都跟我想成败的关键当然最主要我个人认为是两个 一个当然就是祝福所有权人的意愿 那第二个就是市场性 那当然政府是能够协助就是尽量提供一些奖励措施来协助 但是是不是能够一瓶换一瓶 这个东西需要大家来努力 谢谢 下一位请我们沈英章沈一言花言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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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结尾所有的我们现在的委员 大家早安 本省呢 要来请教我们 我们的土地局 我们的局长有顶两个月 还有拿一个案子 比较紧急的 就说要拜托我们这里 可以够案 看可以更快来变境 就是我们现在的高雄市政府 在我们任务开一个 消防局第四大队 那条路叫人任劳 总共人任劳在我们 城关路到任务的方向 总共的地方就是570米 我为什么要说要说要更快来变更 因为这条路呢 我会去到民国 32年3月以备 我并是12米而已 这些人务的人口 忽然间增加到3倍4倍 增加到10万 以前那条路整个月 我到这几年 这两三 100公里 公三公式 在这条路 570米的中间 这条路都百几月 合成车位 总共四小六个 我们 在我们 我们的 派出所 警察局这些都录案 我想这条路 一民国 六十二年3月 八十几年前 到今 不符合我们 我们现在 这个需求 而且 我们社工局 在这些 这些 第四大队 以后 在京队要完工 社工车要拿去 面临的很大的 肥安城很大 它可以下 上下班 这年上下班 如果在那些 那些都要 要去任务外 就开车很严重 我要拜託我们 局長 跟您说 任务当时 叫他第三个第四个 这个 不可以下班 有没有 达到 对 我请到 局長 请委员 党夫 谢谢主席 關部部門 議案 接触 關部協議 不计 关部協議 如我所了解 那条路 目前是十二米 但是 議案说 十二米 其中一段 他旁邊這裡本來不是既成都 但是這個 拓寬現在還要就 我想還要就整體的路網 道路系統一起來看 因為你 而且他那個道路要拓寬的沿線 會有一些會掃到人 現在現住現有的一些蘇聯土地 包括說還有住地區的頂頭 所以這我們來賓國看這個可行性是怎樣 跟各議員來討論 我是來黑白跟你要求 說這補這個比較有私藥 台北我講了 旁邊都抵抵抵 再來就是我們 以前我們剛才有來 人物要用工業區 盛業區就是我們剛才主得 去年比較穿好 我們健康局 我說為什麼要去那時候 要問他們 看可以跟他們做一個通販檢討 把那道路開出 現在是人物要通販 這個 這個 到時候我們跟人物要通販檢討 現在 警方教育府 這個造商規劃 他之後他也是要 依照規定去送 經濟部可行性評估 連環境性評估 又就是 變形的方案 所以 在那個時候的進行 我相信我們大家比較久 除了 不要只看公司那裡 我跟相關包括議員 剛才在說的這塊 做會來看 都會來檢討 我們健康局也有代表 我們副局長 就是說 中間已經 比如這個案子 我就在拜託說 要爭 要爭 要爭議時 要不要去擴大 還是要怎麼 來問 當地地方的因素 為什麼說這樣 因為我比較知道 地勢 任務的環境地理 啊 絕對不知道 用過了 過程過了 要再改善 很困難 這關於就是 在高雄市發展 這總共一百 五十幾公圈 本來說兩百三個嘛 就在等 等我看的等比較快 那個國道指標 要來 九十六七年都沒來 如果沒來 我們要等國道指標 可能我們等不到 我們高雄的 所有的 我們現在要集約 都要等這塊 這塊是 原金地圈 結果 已經在天坤地圈了 前幾天我本週 我在期待 任務這塊 趕快可以生 本週偷偷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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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等我們任務這塊 趕快完成 一百公九年 一百公十年 我像這樣 我們都會拖 我拜託說 這個 政法在這裡 速度快快 以前我連說 剛才有個新案 現在 今日我叫也一樣 速度快快 再接我 還有一塊就是 我們任務 八甲一樓 到鳳南樓 你究竟你知道嗎 這時候我離開了 我沒有做鄉頂 結果我叫也不是這樣 今天你們一間 月月用要好了 結果 空氣的很多 力量到重量的很多 我安撫這些 所有的地址說 政府就有這個 心不給你開樓 我說開會開這樣 圓圓繞繞 這我不要再在這裡說 希望這裡 到時候我跟他建議 要開中央 可能對 我說這個過也不知道 任務中央 我計算是要對五盒 對我們的 雞蛋 我們的 建設六兵場 佛林六兵那塊 那裡 那裡有一個球 可以過 你就把它插 插插 我跟 亂七八糟 結果人家拖地 還要對我們這裡 還要閃在那裡 我可以說抓到 這塊 這塊 我拜託 我們剛才是市長這裡 這塊很大 五十五公斤 這塊在任務來說 剛才臨臨 百貨跟任務的地方 方向我們市政府 如果都討論好了 因為 為什麼開這塊呢 就是因為 中央都出了 我兩三萬 要抓筒 結果 我們抓到歪 當作歪歪 當作歪歪 我們經過土地教會 邊境 土地教會 條證 情緒比較漂亮 比較老烈 土地比較有驚討 不過有時候 就是說 要問 要問一下 當然說 你沒有通知我 我不知道 決定了 等一下說 我在找麻煩 我希望醫療 我們如果要衝好 讓地方的 人家說 地方的因素 他比較知道 比較不醫療 大家 甚至要把你們背書 要說我不知道 結果用手 這點我待會兒送給我們 局長這裡 我自己檢討一下 他想這樣 謝謝 各位委員 各位同仁 各位議員 現在由我們 鳳山區 第一市場 及第二市場的鄉親 由欣欣里里長 郭富美金帶隊 歷臨本會旁聽 請各位委員 各位議員 熱淚掌聲歡迎 謝謝 謝謝 沈欣張議員的發言 下一位 請 我們 公務委員會 曾召集人 立彥議員 發言 時間十分鐘 謝謝主席 我們的主委 跟各位委員 各位同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們 我們地震局 針對那個 我們高雄市 第88期 市地重劃區 這個案 做環境影響 評估的說明 然後 那我的助理 我昨天坐在主席台 那我的助理啊 昨天啊 匆匆忙忙的 他就急著把這一份說明書 拿來跟我講 他說 這個 88期啊 現在要重劃 我們 針對我們的 交通啊 我們的輕軌 那我們這一陣子啊 就是西萬道西市 的這個輕軌啊 剛開始 在市營營 產生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這個交通的阻塞打劫 那現在5月9號 又有我們的 草芽道啊 又要正式的開幕啊 那 我們都可以 預測啊 未來的交通 中山路啊 附近的 所有的 交叉路口啊 都非常非常的 阻塞啦 這個是 我們可以 預測的 然後 在這段期間 我們的 助理跟我 我們就 忙著很多的這種 交通的一個會刊 那 剛在這個 88期 這裡的輕軌啊 這個 振興路 跟我們 凱旋四路這一邊啊 這個 馬路剛剛會開完 就是說 我們的設計那個 那個 紅綠燈啊 跟要 又轉彎的 中華路過來 在凱旋路 又轉彎的地方啊 等於就是說 它在那邊等 但是前面的 呃 新的 凱旋路啊 等於就是說 換空 很可惜 就是說 如果你讓它 呃 同步的 綠燈的時候 綠燈 紅燈的時候 紅燈 那 又轉彎的車子啊 機車啊 它就能夠 同步一直過去 就不會一直阻塞在這個 中華路 轉到 凱旋路 這個地方 齁 那所以我們對這個地方 特別特別的齁 了解 也特別的齁去注意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很想請我們的交通局 以及我們的養工處看是不是能夠把呃 靠近現在八八旗的那邊的人行道能夠打掉 能夠讓我們的凱旋路啊能夠寬敞 能夠讓我們的車子能夠在很安全很平安的 以及能夠疏散一些車輛的一個方式齁 但是我覺得人行道打開哦 好像有點不大可能齁 但是我們一看到說啊八十八旗市地重化 那重化過程當中啊 齁我們看一下這個圖啊齁세�理 我们的那个重画区的图 那这边是 我不晓得未来是不是这一条 这两条是不是就是 重画好的一个马路 那这边就是振兴路 振兴路蛮大条的 很大条 很多车都累积来这些地方 就是搁来在这 然后经过这么一段路 然后转中华五路 以及这个直接转凯旋四路 或者转右边的凯旋四路 那这个地方常常打劫 我们在想说现在在重画当中 能不能请地震局 把这个振兴路 能够直接的就是从这里打通 直接打通到时代大道 去疏换我们的这些车流量 车流量 现在刚开始嘛 对不对 我助理很紧张 他说到底来得及来不及 请我们的地震局 在这个规划上的时候 马路能够不止你们 我们这一块啊 就是说六十五期跟这个八十八期的重画区 你们要用这个经贸园区 你们的土地要怎么去规划 我想也要考虑到 就刚刚黄一言 黄淑美黄一言讲的 我们美学不是只要美而已 我们还是要有一点这个比较人性的 然后也比较一点要安全的 就像我们以前的 我刚当议员的时候 我们两家就住在公园楼 就是刚刚黄一言讲的 的旁边 就是说 这种地方啊 马路可以说 可以说啊 不安全啊 不安全 然后啊 我当议员的时候 在我们的小港地区啊 也有一块啊 一大块的一个重画区 它也是重量都是规划这个共同楼楼 那我在找政府解决的时候 它很好玩 它里面的马路啊 规划的时候 它里面是可以八米的街 然后啊 它连接外面的三明路啊 三明路在小港地区是大条马路的 它接外面的时候 居然只有四米 四米像啊 要连接外道啊 居然是设计四米 怎么去沟通 怎么去会勘请我们的市政府 能够打通成为八米的一个街道 可是还是不行 目前还是 那里面已经住满了那个 那个住家出入大条马路 结果它只是四米像 所以我说我们在规划的时候 我们在都市规划的时候 真的一定要考虑到 考虑到就是说车流量的问题 车子那个马路的一致性 就是都熄悉路 你看你这样下来又是几个梯字路口 他还在建议说是不是 这一条马路 当然他跟我讲的不一样啦 他讲的应该是 怎么样 我们请地震局 我还要局长 今天的黄委员 你是不是就这一点 来看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能不能把这一条振兴路 然后可以直接的到时代大道 請黃委員當務 謝謝主席 謝謝趙基人 趙基人博格 這個地區原來是一個整體的開發地區 但是因為當時是污染的因素 所以才會切成兩期 就是說上面的部分 有虛線的上面那個部分 這個65期的 那個已經都辦完了 重劃已經都完成了 也分配給土地所有全人了 那現在正要辦的就是下面這個部分 紅色跟綠色的 這個部分 大部分都是屬於台塑的一個土地 那目前是在做環境影響的一個評估作業 那這個部分基本上要跟趙基人報告 就是說地震局它辦理重劃 它是依據都市計畫的一個規劃 來執行都市計畫 所以基本上這大家如果沒有土路的時候 沒有土路先 我也沒辦法把生一個土路出來 不可以啊 沒有道路的話我沒有辦法 這個來自己跟他生一條道路 都市重劃的辦法 固定我們可以增設八米巷 到那個是基於分配的需要才有辦法 那平常的話我們是都是依照都市計畫的一個規劃 來執行這個重劃的作業 而且最主要就是說上面的部分都已經分配給人家了 分配給地主了 沒有辦法一直通到這個 到時代大道 那這一條道路 剛剛岩在提到的 如果說要再畫上去的話 跟旁邊那一條道路會不會太接近路口會不會太多 這個都是交通上的一個專業 這個我是不懂啊 不過我是覺得說 是一個T字路口更不好不是嗎 嗯這個叫交通 我想應該可以用交通的手段來幫忙解決這些交通的一個問題 我們陳局長知道這裡就 這個部分是不是跟跟趙姐姐報告是不是可以用交通的手段看得出來的 這個ように Hunt的出庫 這就是需要照顧的一個確定的方式去適合說 我們需要直接接到一根的方式去適合說 其實要不要放症嗎 但是我們要交通的方式去適合說 那未來的方式去適合說 有一些人什麼說 我們要交通的方式去適合說 那未來的方式去適合說 我們需要結束這個方式去適合說 п那未來的方式去適合說 有一些方式去適合說 那未來有機會適合說 謝謝 請黃委員 就我們政議院召集人的意見 再做仔細的評估 然後詳細的跟我們政召集人說明 謝謝 下一位請我們公務委員會 張文瑞章議員發言 時間十分鐘 我們台會主席 我們理議員 我們就位委員會 我們主委、副主委 我們各位委員大家辛苦 我們議員各位動員 各位電視機所有 市民好朋友大家 午安大家好 我現在要說的就是 過去呢可以說 這幾年來我有聽很多議員 都拿過這個案 就是說 可以說很多屬於人的土地 我都幾十年來 讓政府 為了做公共設施 那這位 為了都為了三四十年四十多年 都一天沒有 沒有幾個 沒有幾個 這屬於是 新委如果提出公為了 他提到那裡 他也不可以貸款 不然他償收 為了到這次 這樣開十十年 過去可以說 沒合併的時候 在高雄館的時候 我們有代表會有很多機關 有學校用地 有聽證 有聽證 我 前往很多議員 討論到這個問題 當然 市府這邊就說 有了 有在教委說要做變 但是到目前 他我知道 在我的選服裡面 尤其我們阿聯就有了 為了 為了做公共設施 就是包括公共設施 包括公園 包括聽證證 包括 那我呢 一些公共設施的地 都不一樣 所以 很多這些 主持民朋友 都在 鄉下議員 在 親屬 在認證 所以 我不知道說 安智府 對這些問題 有提出 好的政策 待會兒 請 道法局長 李委員 快回答一下 還有一點 就是說阿聯 阿聯工業區 也是 外在肯定十年 她在我知道 我會記 沒有哪裡 他的岩 這樣幾到達三十十年 阿聯 阿聯 可以說都沒有 埃業用地 只是現在跡那 aja 那邊 現在三十多年 三十十年來 都沒有開發 沒有導路 沒有開發到 現在都沒有開發 那可以說 這次協定代表 都是 維長期 在農土裡面 那裡 現在可以說 都是非常嚴的 當然有一段時間 我們中央政府有說 這些圍中這些工廠可以來申請人家 但是那也不便宜 所以應該阿蓮的工業用地 那幾十公圈 靠近我都沒有開發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要開發 當然事實說 阿蓮接近在共産地區、六地區 我們平的可以說是 一些金屬的工廠 以及做路線的非常多 但是都不敢用地 我是覺得阿蓮的工業區 真的有需要 來開發 也沒有道路有什麼 開發給大家可以再使用 這是不是我們局長 理委員跟我們介紹一下 請理委員答應 謝謝主席 謝謝政議員 我想針對整個公共設施保留地議員關心的部分 事實上在縣市合併之後 我們透過各種不同的管道 包括說不同計畫區的通檢 或者是專案的通檢 我們都有慢慢的在 在檢討這些公共設施保留地的 存續的必要 那跟議員報告就是說 我們目前來講 縣市合併之後透過都市計畫完成 公共設施保留地的檢討已經有 一百六十一公頃 通常現在完成已經一百六十一公頃 路路線 現在在心意中間 也還有兩百四十七公頃 所以這件事我們就是 既要找到績東的機會 聽述我們就是 可以檢討我們都是盡量 結局來檢討 第二包括議員剛才說的 阿聯那個工業區閒置 沒有開發這個問題 這個我還要了解 不過很多都市計畫區的工業區 或是工業區它 可能都是私人的土地 那如果是政府的話 像我們政府 如果是我們都會透過一些 產業園區的開發來增加 我們高雄大高雄地區 這些產業的空間 以增加活絡地方的經濟 增加一些就業機會 那對於私人的地坦白講 我們能夠做的規範 就比較有局限 那不過儘管如此 我像我們的經發局 長期以來都有在做這種 工業土地的媒合 就是有時候那時候 譬如說你地址是工業區 他要做人比較高 還是要賣人比較高 所以造成說 有的人真的想要 需要地的想要投資 他才沒辦法進來 但是這是在我們高雄 坦白說進行比較少 因為我們高雄現在工業區 比較欠 所以這是大概由我所了解的 如果有比較費用 比較小的部分 我更加議員請教 我是說 事實說 真的 你剛才說的 目前工業用地比主體區更加欠 尤其可以說 在我們方面 工三地區 土地區 一些工程很高 大家工業用地 賺一片 比較正常的都幾十萬的 一般的這個 本州工業區 那裡都發到十二萬了 工業用地一片都發到十二萬了 創作人 一片金 如果賺七百萬的 那已經算很少了 已經算很少了 所以 我覺得 那已經 開月在那裡 開十多年了 要一切開發 所以大家 不相當工業用地 當然大家 要投資 他就 要農地 來為獎 所以 我覺得 我說我們市政府這兵應該要在檢討 阿倫那個共用地 要怎麼樣 沒關係來把它放好 當然我知道那台部門應該都是 我們秀人的地 當然 國以外 過去國以33局可能是一部分 他們以前都是低水 應該是國水局的地 到那邊 應該要趕緊來開發 讓這些人 最起碼沒有 他們現在不做工業區 他們現在也要做農地 使用 政農總部都沒有路 那幾片 差不多幾百公斤都沒有路 所以我簡單是今天要說你們的工業區 以上好 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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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開始由登記發言的 第一位 吳亦正議員發言 發言完後 緊接著由我們蘇元成議員發言 蘇元成議員發言後 本會休息10分鐘 謝謝 現在請 我們開始登記的議員 發言的第一位 吳亦正議員發言 時間10分鐘 謝謝 謝謝 主席 謝謝 陳主委 主任委員 還有各位 各位委員 還有各位市民朋友大家 早安 那根據 跟今天的都委會的質詢 有幾個 今天的提的 在之前我就提過 我們整個高雄市的發展 希望能夠有一個 所謂的彈性地幕的一種運作 因為我們根據柏林的城市經驗發展 會讓城市很多新的產業 因為現在很多數位化 很多思維都跟過去都不一樣了 那我們的法規 都委會委都市計劃 不只是都市計劃 這種改變是在各行各業 在教育界 教育界有開放式的所謂的大學 可能會把一些大學競爭越來越強 Uber 把計程車的模式會改變 那Fintech會把銀行關掉一半 很多人會失業 所以整個思維都完全是不一樣 那土地是在回應這樣的一個產業 那我們都是在固定的那種模式 商業區 土地什麼區都固定的 可是現在社會都完全轉變是不一樣的 如果我們的土地的整個政策的彈性 沒辦法回應這樣的產業的發展的運用 那整個都會卡住 我想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我們希望在有條件 怎麼樣選擇某些土地 來做各種可能 第一個 比如昨天我們提議公務委員會有提到 就是所謂的解放屋頂 各種屋頂的建案 不是只是偽建 拆偽建 鐵皮屋 也不是說加了太陽燃就合法 不是那麼單純的事情 你要讓屋頂可以滿足所謂的隔熱 防水 甚至於能夠減少雨水減流 或者增加整個生活空間 個人工作室的可能 那是哪些材質 那要經過什麼程序 變得它讓它可以使用 回應我剛剛講的那些產業的變革 那像這種 不只是 我想不是只是幸福感而已 也不是只有合乎自然而已 各種這些空間可以讓那些所謂的 新興的一個經濟的模式 它可能是人 最重要的人的創意是最重要 它有需要更好的空間 更多的想像 然後不要被我們現在的什麼建築法規綁住 可是又對環境是更友善的 那像這個是一樣 你上面只要有一個屋頂 就是容積 算容積 那只要算容積如果超過 就是偽建 我們每天我們的城市都在討論這些偽建不偽建的事情 沒有在討論這個是不是合乎自然 這個是不是合乎我們市民的需求 這個合不合我們未來產業發展的模式 都沒有在探討這件事情 都停留在偽建不偽建這個事情而已 那我認為屋頂上這種也不只是在這個事情 像屋頂我們可以成立一個 因為這是一個實驗 可能不曉得到底要走到哪裡 我們可以成立一個委員會 建築師 景觀師 結構技師 藝術家 民眾參與 各部門的相關主管 包括都委會委員 都可以來審議這個是 它提這個案 make sense 合乎結構安全 合乎自然的那種 下大雨或者防漏 隔熱 自然的這種減能減碳 第三個 合乎它的工作需求 不影響整個包括逃生其他安全的結果 why not 為什麼不能給它通過 那你要不要付它 它要不要付政府某一種代金 也可以啊 政府還可以增加收入啊 不是說無條件的 那這個都可以 一樣都可以使用 第二個 那有些土地建築法 就是說在土地未定狀態下 你也開放土地的使用辦法 比如說 公共設施保留地 公共設施保留地有一個規章 農地不能超過多少 什麼什麼 農圍前面要白色啊 你應該說 你想做什麼 來 你這個想要做什麼 是不是不會影響我的公共設施保留的目的 你不要蓋一個永久性的 當然以後拆遷成本要高啊 你有什麼團性住宅 有什麼實驗住宅 要在這裡發生 讓這個社會的土地可以更有效充分運用 那定一個所謂的公共設施保留地 或者說 比如說這個已經都市計畫 改變 正在變更中 可能要變成農業區 要變成商業區 住宅區 或者機關用地要變成什麼區 那個一變可能是三年 少著三年 慢著十年 二十年 還在走啊 那這空間就懸在那裡啊 那我們希望能夠提供這樣的一個建築辦法 那這個城市的社會企業 小型的農場 創客 實驗建築 都可以提出很多種可能在那裡發生 可以當社區圖書館 也可以啊 也供應性的 那這種可能 我像這種台灣人也不曉得 這是在塞威爾 塞威爾 一個城市的一個變成一個休閒 然後隔熱的一個都市景觀 社區圖書館 這個都可以拆遷也容易的 那像澳洲這個更精采啊 可是學校預定地 保留地 它可以當公園預定地 它是公園預定地 它可以變著各種彈性的這種成本 可以搭建也容易 安全也沒問題 時間到了要拆卸也容易 它可以做咖啡廳 健身房 活動中心 甚至裡面的體育館 那這個為什麼不能做 如果按照我們現在法規一定是不能做 因為創客空間 創客 因為到底要創意一年來兩年三年四年五年 你不曉得 那個空間可以先用啊 他們可以自己去搞啊 要蓋木屋 要蓋什麼貨櫃屋 要蓋什麼創意產品 他們自己去處理啊 我只是把這個空間跑出來而已 那第三個也是要請教的 像我們現在在談所謂民宿 這個概念也不是違法的所謂的旅館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說 跟既有的觀光飯店的法規 我們現在都綁到這裡 這中央法規說要等於要不要再處理 我們要讓它可能 我想民宿這件事情不是只是說彎道無賊 這也是一種環保 你只要多的空的房子 不管在鄉下還是在城市 它如果要做這種所謂的一個交換也好 或者說一種民宿的設計 那種經濟模式是全球的 不是台灣 不是我們在那裡 在那裡多多多多多 全世界都一樣 那就是說在環保的一個趨勢之下的 一個經濟模式的一種 那我們現在只限在觀光區可以 那我覺得我們可以去設定一個 都市歷史區啊 特地觀光區啊 這樣的整個 他們喜歡 個人旅遊 可能會喜歡到這種區 我們自己畫 那畫完 為什麼特例啊 不特例啊 在一個範圍內 它可以做民宿 民宿也有規定啊 在安全的條件之下 你去到城市 老廚很精彩 閹聽哭 你要去洗一下電梯是要怎麼洗啊 按照旅館 公共設施保留 公共公眾使用 就必須設所謂的無障礙空間 那它不是大飯店 它也不是 它一般的 三間房間 四間房間而已 那是在享受那種生活方式嘛 那真的是少部分 沒有辦法 它去到不方便 要不要選擇那一家而已啊 這沒有歧視的問題 我們沒辦法一個政策 滿足所有的 不能一個尺度 要求所有的人 大眾運輸 該坐電梯的 該坐斜坡的 交通單位 不好意思啊 都不去研究 倒是這座小房子 三間五間的 你叫它做電梯 真正的火車站 高鐵 只有單向上 不能單向上來 全世界都是上下同時發生的 只有我們台灣的高鐵 可以上 不能下 要下往那一邊 要求你的大腳小腳 要走下去 到現在沒有人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法規幫死我們啊 我覺得我們這個新的政府 剛剛昨天要跟王國財交通局長 要跟我講 新的高鐵 你給它保著 兩個電梯 上下的 垂直電梯 這做不到嗎 這麼簡單的事情都做不了 思維都沒有到位 那不應該規定的 它規定是大堆 白痴啊 所以我們整個台灣 各行各業都綁住 難怪我們的政治 大家都在那裡批評那個 有的沒有 在那小妹 小妹有空間 要做事沒有空間 他要做事沒有得做啊 要發展經濟 沒得發展啊 大家出小妹啊 從這裡都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沒有很務實地去面對 我們所有的生活的條件 生活的發展 那這個是說 我們希望 像這種高雄 我們自己來實驗 把它劃定都市計畫 特定觀光區 我們自己去設定辦法 中央不願進步把它撇在一邊啊 誰管誰啊 我們在高雄就有很多機會 我們願意解決我們的問題 很公平客觀跟環境 跟整個城市發展有關係的 當有這樣的精神的時候 高雄的整個發展的這個實驗精神 那個才是真正高雄的出路啊 不是說引進更多的產業 不然要公約會七七八七九七 給你也沒關係啊 大家也走來 全世界也走來 這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的 我們就要是有實驗的精神 去找到我們的未來的城市的整個 適合我們的都市發展 那這兩天請 陳 跟白金安委員兩位回答 謝謝 請 請白委員歡迎 請白委員 然後我們的主管陳委員 陳主 主席 委員非常好 我想委員剛才談的從 庶民生活裡頭的觀察 對應到現行體制上面 發現到說我們體制 尤其在法治上 有需要檢討的地方 尤其提到這個公共設施保留地的問題 我想公共設施保留地 就我所知 各地方政府或者中央 都很積極的在檢討 但是委員提到 更積極或更深入的一部分 過去我們大概就是 從原來之使用 大概從原來之使用這件事情 從議員的角度來看 它不夠積極 就土地來講 土地的使用來講 它應該有更彈性的 臨時性的一個使用方式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會 仔細再來思考這樣的問題 因為它畢竟影響民眾權益甚大 也影響到整個都市景觀 我覺得這樣的想法非常好 另外提到民宿的問題 民宿有民宿管理辦法 那民宿管理辦法 基本上是在既有的空間裡頭 提供民宿使用 那城市可以 城市既然 當然也可以在老舊社區 更有它的特色 所以提到這個有關 民宿設計的部分 很多都是跟市場連結 我知道 我們高雄市也很積極在推這件事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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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佩服吳委員 整個對城市發展規劃的這種 這種閱歷跟著見 我也曾經是民宿業者 所謂民宿就是 一定不是旅館嘛 很簡單講 那問題是我們現在管太多了 要去核准一個民宿的時候 還要看它的使用分距 還要看它裡面有沒有消防設施 樓梯夠不夠寬等等 那既然這樣之後你就合給它一個飯店就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民宿只限在偏遠地區 跟特定風景區了 所以城市是不能做民宿 所以這一部分歸跟究底 就是中央的法令管太多 那包括剛才的公共設施保留地的臨時使用 那也是內政部來規定它做臨時使用的範圍 那不僅對所有權人對民眾管太多 對地方政府管太多 比方說如果它能夠授權給地方 就公共設施保留地 還沒有使用的時候 那麼要做什麼使用 地方如果有一個檢疫的辦法 或議會定一個自治條例來管理 那整個就解放了 包括所謂違章建築的認定 那麼屋頂的公共空間 要不要在我們的屬於地方的這個 自治事項裡面自己來管理 包括民宿等等 我都非常同意這個吳委員的這個意見 那剛才所謂綠色空間的審議委員會 我在立屋頂的審議委員會 我在想說既然立屋頂這件事情是建築管理 那我們高雄市有一個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是不是透過這個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的授權 那麼可以成立一個立屋頂的審議委員會 那這個審議委員應該有一些權限 那這個權限應該來自於議會的授權 就是自治條例 這部分我認為是有一點空間 其他的我把它歸根就點就是 我們的中央政府自大陸遷台 遷徙來台之後 他眼中是沒有地方自治這件事情的 就算我們地方制度法已經 實行一段時間了 因為很多都屬於地方自治事項的範疇 但是中央仍然以國會立法的方式來規範這些規定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政治制度的問題 我想未來中央政府應該很嚴肅的 或是很務實的來審視這樣的一些問題 不只民宿不只是這個建築管理 到處都有這樣的問題 我想以上跟這個委員來報告 有的法律有授權的我們就來處理 如果說我剛才講說有正義的 當然我們可以跟中央政府來對抗 或者是來爭取 那麼甚至你如果認為中央有些法律 已經侵犯了地方自治的權利 已經有違憲之餘的 我們想議會也可以申請釋憲 我想一定要有一些動作 來整個讓整個過去的立法的不合理 能夠受到重視 那我想既然那個我也很重視 我想是不是請公務局 就你俠管的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去研議 能不能授權來就綠屋頂的部分 來做一些制度來設立委員會來審議 這個我們是馬上可以來研議的 謝謝 謝謝吳議員的發言 下一位請蘇緣陳議員發言 時間十分鐘 謝謝主持 我們主委 副市長 各位董營 各位委員會 這位委員 我們這個鳳山 這位鄉親 大家好 大家早安 那個 那個主委 丹主委 我現在是說我們這位鄉親 我們這位鄉親 我們這位鄉親 都加特在這個都委員會 這位是主委這名字 主委委員這位 也希望的 就是說你每個我們主持一個公道 我現在要說 就是說我們這個鳳山 當然我們這位委員的 甚至有包括局局的局長 也聽到不聽 因為我 在民國七十多人 對中到現在 對不對 但是也希望 可以 讓我們這位鄉民 對不對 來 提到他實際 要 政府要照顧 要回饋 這個 立場 來做一個處理 所以這個局局 你如果聽我說 中夥的 因為我常常在說這些事情 所以 一直沒有得到 解決 等於說要靠去 都議會 這邊來做一個處理 我今天又拿出來 這裡鄉親 他們也很關心 那是他們的財產 所以 他們第一市場 第二市場 有那幾千五百人 對不對 我只包了幾千五百人 就是說 我們 很關心這裡 所以他 推算代表來旁聽 因為 都市街頭也減透 在鳳山來講 對不對 是他的古博 是民國去十八年 到這個 十二年 三十四年 當中 第一家都市街頭也減透 來試試 但是 我以前 我以前 我英雄中 跟黃宗陵 那時候 早期的時候 是黃宗陵 做電影 他就變成 一陣子 用商業區 跟丹羽秋做電影 他就變成 國有市場 在民國七十六年 我做市民代表 我有提案 就變成商業區 為什麼變成商業區 因為 因為 那土地 是他們買 他們自己去 他們工作沒有錢 改建的 他們就要 簽水電 所以 出工作的名字 來 蓋這個 錢出來 來蓋這個 地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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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國七十九年 當中有廢修 但是廢修 市場工作也是沒有錢 來修理 沒有錢 來修理 所以 我們這裡 市場的市民 這裡鄉親的 我怎麼賠自己錢 出來的 所以 因為七十六年 我提案 變成商業區 經過 十幾年的 都市家庭也減透了 到這時候 我學院前 四五年 三四年 的時候 林昭福 佳佳 他在管經委 都市家庭 在元府裡面 買的 生班 他在內政 沒有卡電 說 蘇議員 你說 對中這個案 已經過關了 過病 這個公有情 變成商業區 但是 附帶條件 要都市更新 如果都市更新 之外難行 要用私利重化 當然 那時候就是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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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市場 他沒有了解 床不起來 第二市場 兩三百 第二市場 第一市場 用都更 當然 他的多點 他的多點 沒有 都市場 都市更新推動 小組 他在法公司 讓 國產局 進出 城市 進出 城市 都會動 動 之後 第一市場 再來 拜託 來 去推翻多更 國產局 兩年 我 的時間 都可以推翻到他 我現在是 七樓 推廚 廚廚 他們多點不賣 他們多點不賣 他是 公十三個 管理條例裡面賣 他差不多 二十幾片 他的條例 整個店 就是民國三十五年 以前有家 他在家 他在家 還有得到人 所以 他這間 店面的 二十幾片 他六萬塊五十 但是 他到現在的時候 並說你們有統計 公司 他說因為 你們經過四處 的這個 法包 法包不出 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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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情資 附帶條件 沒有貼入的情資 他要去 家裡 他要去 一條 戴金 四處 百萬一三十 他六萬塊 這個戴金 三處 戴六十八萬 還有得力 第二點 戴七家庭也減到 今天我講 還要講 就是 廖過了 第三篇 那是正第三篇減到 第四篇 你們現在還在減到 就是戴上學校 變成公共市場 但是變成公共市場 傳統市場 沒落 百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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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間退場期 都出來了 開始 三十萬 就要人家趕出來了 啊趕出之後 你還是要變成公共的 變成公共的 戴七家 要減到 要減到 要減到五篇 沒人減到 是不是 這個前期 對不對 我們 情操會的 資料理 我問財政局長 他說就是 託得讓 市民講 經過時間 矩長的前期 然後 他沒有辦法 他算了 用自立調 那些 啊 出現去的 我們說 第一市場到第二市場 哪有怕 政行 都很差不上 為什麼他們不可以 為什麼他們就可以 啊 當時 教徒也講 他們現在這麼所謂的 就說 都市場通辦監討 你也說監討 你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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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扶在商業區 啊 你穿了他們 頭子在扶五篇 我說這個 以我 大家說就對了 路上街頭也講 都沒人這樣做的 啊 所以我就是 他們這回合中 講是 停止 人家很重要 齁 到那個 那個 國務市場 都想到國務市場 都想到國務市場 人家很重要 但是 要大附近條件 因為 政府沒有辦法開發 就是政府的事情 但是 後來條件 你還要把他們 在本地三十個代金 還要收六七百萬元 我覺得是沒道理 所以你們要收錢 就是要把這個 副代條件拿掉 啊 餘師 他最要哭 沒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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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跟他退場基金 出來對不對 你如果是要再 國務市場 變成最要哭 啊 未來的那邊 變成五篇 沒有人說一個 都市街頭也減到 減到 減到五篇的 變成五篇的政治 還有經營地 都市街頭也減到的 但是你去行地嘛 但是你去行地 是多少點不買他 他想要去 他要去 他要去房子的時候 他要去房子的時候 他想要有十五篇 但是他只要十二篇而已 十二篇呢 你變成四篇啊 這邊人變成四篇啊 變成四篇啊 變成五篇三篇 變成四篇啊 拜託說 拜託說 我們這個 我們的主委 等於做議員 會發黨 拜託你來關心一下 看他們怎麼做一個處理 對不對 都管他們的 保重他們的管理 啊 這是第一次 因為在家裡 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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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沒錢 他拿錢出來去的 第一次 他有消息 消息也是拿錢出來去的 這個我們突然就八十二年 三月二十一年以前的 對不對 進入拖累 給市民審議 可以依 依依規定 對不對 來 承諾跟浪索 這個有明明規定的 先朝月安可以 他們才應該是可以 所以 這個安 拜託 我們的主委 等一下 我們台灣 豬中節到三天 等一下我們請 我們局長打呼 一起打呼 我們的成功 對不對 我們在這地 建築保護地外的 有效的 台灣這個 高大病毒 主要建議 保存機 登記 寺廟專用區 對不對 這個案子 進度到什麼程度 應該他成功要這個 你待會再回答一下 另外一個案 對不對 就是本州工藥區 本州工藥區 本州工藥區 有八十三家的工藥區 但是 本州工藥區 全幾家的土地 都是他們的 人間 他們 當年在這裡 既民的祖先 他們是大人 那種徵修他們的 但是 像八十三家的工藥 他們 要用 土振法 用 爆篷的方式 要徵修 當然 我們常常說 土振法是惡法 但是 我們沒有來做改善 當然 就是說 他們還有 捷運的車站在那裡 我們 像八十幾家的工藥區 他變成商業區 帶動的地方 都是 因為 因為捷運的帶來人 的人潮 人潮帶來錢潮 嘛 這個前幾家的工藥區 十八家的工藥區 十八家的工藥區 商業區 幾家都是工藥區 為什麼八十幾家 沒有做商業區 來那裡 沒有發電 東港 開的地方也是要消費 啊 前一年也帶來人潮 啊 這個案對不對 像是說 可以做什麼 來處理 啊 我們的市長 他也很持續民情 所以 他說 在那個 學費 那時候 我總執行 我給他 來拜託 啊 我們的市長也說 不需要工藥區 不需要開發 但是 工藥區 不需要開發 放在那裡也是公藥區啊 對不對 我們就是 要看時間改善嘛 對不對 今天不需要開發 土爭王 百分百分是少少錢來收他 對不對 少少錢來收回來 但是政府也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 對這些 我們的 我們的理念 就是不公平 再給兩分鐘 不然 不可以 不可以開發 但是 不是 不需要 土旗街的團體 變成商業區 讓我們的理念 把這個新放下來 是不是 所以 我說 包括 鳳山第一公頃 第二公頃 對不對 現在變成商業區啊 但是 再強調一次 拜託 就是土旗街的團體 又變四五變 我們去延續三變 就好了 現在是商業區就好了 我們不變成商業區 你變成商業區啊 你還要變商業區啊 你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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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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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臥 你下賣 他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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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ijo 鬧 你看 這把 他們 Σ 這是要再交百萬三十的貸金 所以這次的檢查 本身的拜託大家 如果討論一下檢查 把這個副代條件拿掉 因為當時交通過檢查 是政府做的老百姓 不然你們做這麼工作 但你們做過的就是 聽到你們聽的 不可以讓一面也是你們的事 但是你們不能讓一面當中 你把這個條件沒拿掉 再交一個百萬三十的貸 六萬塊買的房子 要交六七百萬的貸金 我們不均勻嘛 是不是這樣 所以就是說 這裡的問題對不對 拜託我們主任議員對不對 跟我們這裡議員 慎重考量一下 讓我們鄉親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 有的規定 如果要騎到老百姓 比較優惠就在做時刻 不可以說北下老百姓對不對 來這裡用處理伺服 我覺得比較沒道理 這裡的事情麻煩 來學一下我們 也需要一個 請陳主任委員 說明你答案 謝謝主席 多謝蘇議員 洪桑就是各位第三次的通報檢討 現在在進行中 在專案秀書的心意 那有關洪桑第一第二次市長的變形案 蘇議員相當關心 一直拿去 剛才所說的 也是一個特地重視 還有去主意的問題 就是說它過去的變形 月六十二年 九十四年 九十九年 市長 商業區市長已經幾個遍了 所以我們今天的財政案 都是在自己的委員會 委員 我相信將來在自己的委員會 心意的是 優關 變形 比回合 做陳雲王爺 或是說陳雲王爺變形 最上業區的 回饋 帶順 我們頂頂我們的總體來考量它過去的歷史因素 這不是第一次變經,這是第三次的變經 所以將它過去變經的因素落入 這個都一回來考慮 這是我們的尊教所議員的意見 來主委 謝謝 請理委員打呼 謝謝主席,謝謝蘇議員 那選公廟的部分在我們洪山這次的投票檢討中間 已經將那個保存區 他為了變經做總共專用區 但是他部分受益公園的範圍 因為現在還沒出到那個土地的地主的東西 所以那個都委會裡面 他完全沒辦法去做這個變經 他是部分的公園用地範圍就是在審議當中 並沒有得到地主的同意 所以我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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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議員補就沒有 對 沒有 對 跟小島 一樣 就是說 沒有 那 他 所以這個像我掌教議員報告率明貴的就是說 這個我們要事實上現在這個時機來說 可能我們要解決目前比較困難 但是不代表醫藥沒有機會 但是這個想法一定可以慢慢幫他 想清楚看要怕什麼情緒 什麼好的時機我們來推測這樣 謝謝 休息十分鐘